他一怒之下犯罪,追悔目击 男子的忏悔能否获得亲人的谅解 这么久了也不是特别的想见 特别策划高强原梦之,请你原谅我 都市情缘今晚播出 都市情缘,情暖心间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看我们的节目 我是亚之 本栏目由耶太耶之特约播出 欢庆时刻喝耶太耶之 节目一开始先要和大家分享一下 幸福配方是我们栏目策划的全省首当心理援助类的节目 在每周三晚上八点 这个节目的网络版将会在西瓜视频上面全网读播 每周六晚上七点半 完整版将会在都市情缘的时段感动上演 请大家记得收看 如果说你有什么心理困惑 或者是说心理的这种难题 需要我们帮忙的 可以拨打我们的幸福热线 07918831 6800 同时您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联系 好的来看今天的节目 今天我们继续为大家推出的是特别策划 高墙圆梦 今天我们故事的主人翁呢 是南昌监狱服刑的一名服刑人员 她叫李希 今年48岁 入狱已经9年了 还有13年的星期 入狱这么久 家人一次也没有来过监狱看望 李希感觉很露默 那么李希的家人为什么不来监狱看她 她犯了什么滔天罪行呢 李希告诉我们 这一切还要从9年前说起 2010年 李希在深圳打工 妻子带着两个孩子在岁川老家 10月份她回到老家处理事情 却发现了意外 她无意中发现我老婆有分外情 10月的一个半夜 李希发现妻子偷偷溜出了门 便起床去找妻子 因为我们这个镜也不大 我转一转就发现她 从一个性犯的一个人的店里出来 凌晨两点多 看见这一幕的李希火冒三丈 她当场抓住妻子追问 并把那个男人的店门砸开 李希抄起一条凳子砸向男人 但被妻子死死抱住 恼羞成怒的李希眼看那名男子跑了 就把怨气全部撒到了妻子身上 妻子当场病命 看见妻子没了呼吸 李希感到了害怕 看见我老婆已经死掉了 他就该现在有什么办法了 他现在只有去偷问 李希自首了 他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年幼的一双儿女 女儿当年只有十岁 儿子才六岁 可悲的是 就在李希对妻子下手的时候 十岁的女儿小丽 正巧跑出来找他们 亲眼目睹了这悲惨的一幕 那个时候反正没有妈妈 妈我特别的伤心了 然后内心特别痛苦了 没有了妈妈 爸爸也入狱了 姐弟俩就跟着奶奶生活 好在李希的兄弟们 对两个孩子帮衬不少 对于家里的变故 李希的母亲一直不肯原谅儿子 但我连打电话给他 他也不敬 提到母亲 李希开始懊恼 她有点气不成声 她说没有你的 她都被你 送了你 就指望你养老送了你 现在老了 你还是都老 还送两个小孩给你 你做儿子 我又来 什么样 2017年9月 77岁的母亲犯病去世 母亲到死都没有原谅李希 而对于丈母娘家 李希也深感歉意 如果她会原谅我 我肯定会去 我感觉也是挺恩的 我觉得应该 我外婆应该不会原谅她了 家庭变故 让女孩心里失衡 哪个同学受她 哪个催她 就去拒她 我不懂都不想 真诚忏悔 她能否获得原谅 我老婆有错 但错也不知死 但是我自己 一直冲动 再过了头 真的 不希望她会 特别策划 高强远梦之 请你原谅我 都事情缘 正在播出 奶奶去世后 姐弟俩就跟随 二伯一家生活 大伯和叔叔们 依然会从经济上 资助两姐弟 让他们顺利长大 但是姐弟俩 却因为家庭的变故 导致性格大变 小丽告诉我们 后来到了初中 有些同学看不起她 给她的心灵 带来了重创 他们看到我 他们就说 死娘的死娘的 这样子吗 为什么他们那么心 他的心就那么 这么不能死 遭到同学们的辱骂之后 小丽就会躲着一个人哭 她经受不住 这样的嘲笑和辱骂 而在小丽的内心 她不相信母亲会背叛爸爸 她也更不能接受 爸爸打死了妈妈 此后 小丽渐渐害怕去学校 并出现了心理障碍 有一次我听过过 她拿了菜刀 哪个同学说 她拿了菜刀 去拘他们 受了刺激 受了刺激 送了急要进行病院 去了两次 可是后来她就不去读了 相对于小丽的重创 弟弟小勇虽然没有那么严重 但也因为同学的辱骂 变得异常胆小 我弟弟性格比较 内心比较不平 从来不出击 就在家里 我们出来的清楚 怎么教导 他的痛苦 如果我就看了很想 很内想 还是悲 小勇不敢反抗 也不敢还击 她变得越来越懦弱 喜欢一个人宅在家里 这么多年过去了 小丽对于那一幕 却始终忘不了 她不能原谅李希 因为母亲的死 给她的人生 带来了不可磨灭的伤害 在了解到小丽的心理状况之后 穗川经国志愿者协会的会长 李晨多次来到小丽家 对小丽进行心理疏导 希望化解她内心的障碍 更好地面对人生 因为她未成年子女 受到社会歧视 受到社会歧视的话 她就会有心理这一块的阴影 会造成她一些心理疾病 我们说实在的 也希望说 营造一个和谐社会 还有他们的孩子 也能够有一个 良好的心理状态 去面对生活 希望他们 在一个健康的环境中成长 以后有能力 也能够回到社会 女儿的心理疾病 以及不原谅 让玉中的李晨一度反思 因为这个事 想着想去 自己也有一定的责任 因为我这个脾气 比较 在外面的话 很难给人家 合存的 说不是 那句话就 生气发火 如果我 如果性格不是这样的 也许 也不会做这个事 李希后悔了 她意识到了当年自己的问题 自己成年在外 对妻子也不会关心 我老婆有错 但错也不知 不知死 但是我自己 一直冲动 都过了头 因为自己的错误 没能给一双儿女 树立一个好榜样 不能陪伴他们成长 李希感到非常愧疚 我说我对不起他们 我反正 不管我以后 错了你们 怎么 你不理我 我都不会 不会怨恨你们 毕竟 你们小的时候 我坐牢了 你们 又没有 又没有父啊 又没有母啊 真的 不希望她回来 入狱九年了 没有亲人的看望 李希在狱中很烦闷 索性 有民警开导她 这个是我心体 这个脚 是鼓鼓的发尺 在劳动 什么身份上面 他们都 能照顾的时候 还是照顾来 在这里 思想上有任何顾虑 也不要闷在心里面 就闷久了会出问题 就及时地 跟我们这些 管理的 管理和家里面 民警反应 我们 即时地 去能够了解 能够帮助的 就是 进行帮助 看到育友们 都有亲人来看望 李希很羡慕 我今天 我吃饭 李希也告诉李成 他希望儿子女儿 来看望他 对于他来说 这不仅仅是单纯的看望 还有更深的含义 提及父亲 儿女充满怨恨 这些年 很多苦都拜他所赐 这么久了 也不是 特别地想见 诚心忏悔 能否获得原谅 爸爸对不起 爸爸以死忠忠 把你们两个 这么小 就诚心了 人间的痛苦 特别策划 高强圆梦之 请你原谅我 都市情缘 正在播出 在李会长的帮助下 小丽开朗了很多 2019年7月 小丽还谈了男朋友 并且订了婚 现在已经怀孕 在知道李希 想见子女的想法之后 岁川县司法局 和岁川经国志愿者协会 再次来看望小丽姐弟俩 并提前送上了新年的问候 小丽告诉大家 马上要当妈妈了 心情很激动 你看姐姐马上生宝宝了 姐姐生宝宝 你也跟她生极哦 那你就做舅舅了 是不是啊 那你也应该现在很开心了吧 有没有很开心的感觉 我跟她看完小丽 我说等正月的时候 你们不是放假 你过来帮我带两天小孩 就是呀 放假的时候 跟姐姐带宝宝了 对于入肩 看望李希一事 小丽表示 心里还是没有完全放下 反正我不太想去看自己的爹 这么久了 也不是特别的想见 小丽认为 父亲虽然受到了法律的惩罚 但因为他而带给姐弟俩的伤害 是这一生都无法弥补的 这些年很多苦都怪他所赐 不止我爸爸 那些曾经欺负过我的 曾经给我打击 给我伤害的 所以我觉得我也很恨 我觉得反正我又没有办法 也恨有什么办法 那最后也 只不过就是越变越差 反正我就觉得 好像掉进了一个死坑里面 出不来了 但不管如何 小丽还是希望爸爸在监狱 好好服刑 在老年也好好改造吧 然后就尽量也是 克制自己这种脾气啊 然后改变自己这种懒散的 希望他能多想一想自己的子女 然后希望他也更仁慈一些吧 李承跟李希介绍了家中的情况 告诉他不用担心子女 他们都很好 两个孩子这一块的话 我们也一直有做这一块 心里这一块帮助 这一块他还 就是性格内向一点 我跟心里老师 给他做的测试是没问题的 没问题 他没有心理疾病的 听到儿子很好 李希也稍稍放心 对于女儿 他还是很愧疚 肯定是 说对不起他 这么多年 他这么小 我去就牢了 女儿受的心里的测试是最大的 他现在能够 像他这种情况 还能够找到归宿 真的不容易 李希说 自己不是个好父亲 但好在 女儿找了个好归宿 而且马上做妈妈了 他还是替女儿感到高兴的 同时 他也再次向民警表示 他很想见见自己的孩子 希望监狱能给予一次机会 我还真的想他哪一男生建议 就想想面前面见看着他 面前面见一看一看一看 跟他们说一下 爸 爸爸对不起 爸爸一死中等 把你们两个 这么小就 伤进了人间的痛苦 但是爸爸没有做到做父亲的责任 我希望你们能理解 也能原谅 就在李希跟监狱再次恳醒的时候 奇迹出现了 儿子已经来到了李希的面前 看到儿子长这么大了 李希很感慨 当知道儿子现在已经出三了 学习又不好 李希便担心他的读书问题 肖满林便跟李希商量 他们几兄弟的打算 其实 结婚了还有点财女嘛 当时人家舔你 那钱头妹妹也动你的 他就准备当当大人 他都考不到 要我们去罚钱 送他去抓去学校 我们是不可能 没有那个难力 也不是不帮他 你也知道 我们没有那个难力了 只能让他不让你考不到 我们就把他带出去打工了 没办法 打工他又还没到年龄了 打工的先把他带出去 做孩子做得尽力 那你远远迟早就要 走出去独立了 那只有这样的人路了 李希建议 不要让儿子那么早 出去打工 还是读个技校 学门手艺比较好 因为姐姐姐不说你什么话 你又听着 他说是怎么说你 又听着 小满林坦言 家中确实经济困难 他们兄弟拉扯两姐弟 已经这么多年 现在小丽找了婆家 他们不要再承担 而小勇也16岁了 等到成年以后 还是要靠小勇自力更生 小勇呆呆地坐着 不说什么话 表示愿意去读技校 李成告诉李希 去年李希的同学中 有人知道他家的情况后 同学们自发地成立了一个 帮扶基金会 为的就是帮助小丽姐弟俩 所以针对小勇读书的问题 李成会长让李希放心 我们包括监狱 包括你同学 我们三方 就尽我们最大的努力 只要你会读 我们不让你失学 不让你说因为没有钱 不读书 好不好 我给你这个承诺 好不好 好 我们尽我们最大的努力 去帮你 李会长的担保 给李希打了一记强心计 他也希望儿子可以多学点知识 不要像自己一样没文化 不懂法 对于女儿的不原谅 李希有话要说 你送我让你转告他 你送我对不起他 希望他能够原谅 不管他怎么样 我也希望他好好的 生活 能够过一过 敬送你的生活 我希望他能够原谅我 然后他不能原谅我 我也不会愿 毕竟是我做的不对 李成会长看到这一幕 感到很开心 你见到儿子了 更安心了 下次我争取带女儿女婿 带外甥来见你 谢谢你 李希同时也很感谢 南昌监狱的教官 严兵 感谢他为自己争取了这样一次亲情会见的机会 这么多年 三番五次 五次三番 你的困难我都知道 谢谢 要好好改造 这是最大的 对我们工作认可 爸爸 你抱一下吧 好好的 很愿意抱着爸爸来 其实 李希只是南昌监狱 这次关注到的其中一位复兴犯 接下来 县司法局和经国志愿者协会 给南昌监狱的十三名 岁川籍复兴人员 开了一个迎新年帮教会 除了分发生活用品及书籍 志愿者协会 还拿出一千元钱 资助岁川籍的一名 复兴人员的子女 独大虚用 南昌监狱为志愿者协会 送上了一面锦旗 感谢他们对复兴人员的关爱和帮助 我感觉肩胖的责任 应该这么重啊 吃人不多 但是我相信 这个力量的话 温暖就感觉更热了一点 所以这是八个字 大爱相处 共处 谢谢 那也给你掌声了 亲情是一盏明灯 给浪子回头照亮了道路 亲情是一个避风港 给漂泊的游子 一个温暖的归宿 一个微笑 一句问候 对亲人将是极大的鼓励和帮助 我们希望 李希好好洗刷罪行 以获得女儿的原谅 也希望小勇 能化悲伤为动力 早日自力更生 我们更希望 让小勇能逐渐放下仇恨 接纳父亲 节目播出前 我们了解到 小勇已顺利生下女儿 祝福小勇一家 幸福平安 祝福小勇 早日成才 开创自己的美好未来 好的 今天节目在这就结束了 提醒大家 幸福配方是我们栏目策划的大型心理援助节目 每周六晚上七点半钟播出 看幸福配方 学幸福之道 请大家记得收看 另外我们的节目在手机江西台上同步播出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随时随地收看我们的节目 再见